哈囉大家好,我是QQ 今天這個影片的話呢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樣用NOTION做知識管理 在資訊收集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相信大家都有類似的困擾 就是說收集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我們都沒有時間看 或者是都沒有份類好 然後真正重要的東西的話呢 它反而就淹沒在這個資訊的內容裡面 那這個影片的話呢 就是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紹一樣 怎麼樣用NOTION去打造這個知識管理系統 然後你可以讓你的知識 不再被淹沒在這個資訊 資訊裡面 而是它會有一些架構 可以去讓這個資訊 讓你更容易找到 那今天這個影片的話呢 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在設計這個資料庫的 背後的一些邏輯 還有我是用哪些資料整理的觀念 然後來幫助我去完成 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庫設計的 整體來說 這個NOTION知識管理頁面 主要是藉由最近很紅的 卡片和筆記法的那本書 加上 Tiago Potato 提出來的打造第二大腦的觀念 加上我自己的一些觀念去總和出來的 那第一點的話呢 就是像創作者一樣思考 然後有意識的選擇輸入 那這是什麼意思 舉例來說就是像我現在想要創作這個 NOTION知識管理的這個YouTube的影片 那我就會去在我查詢打造第二大腦的書 或者是影片 還有卡片和筆記法的相關影片的時候 我就可以有意識的去抓取片段是說 這個片段是這個觀念是我想要學習的 那我就可以去把它放在我的NOTION頁面裡面 再來第二點就是說 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以去只捕捉那些你有共鳴的 就是你真的是有感覺的 而不是說你只是怕說這個東西你怕它你沒有看到 因為如果你把你怕你沒有看到 或是你想看的東西全部都收集起來的話 那你這個知識庫很快就會變得很混亂 再來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根據專案或者是領域收集資料 那其實跟第一點是非常相像的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想專注的東西是影片創作 那你就可以藉由影片創作的這個專案去收集資料 或是說你現在想專注的領域是健康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建造一個健康領域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去 去特別去收集關於吃的健康啊 或者是運動的相關的東西 去達到你的這個知識管理頁面 最後一點呢 然後也很重要 就是在你整合的這個部分中 最後一定會變得很龐大 所以你要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在你的這個資料的話呢 你要讓它變得是很容易搜尋 那我也會把這個東西去加入在我的NOTION頁面 然後跟大家介紹 那接下來的部分就會實際帶大家去操作一下 然後跟簡單的去介紹一下 我自己的這個農選頁面是怎麼設計的 好接下來的話呢 簡單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這個完成的這個示範頁面 那這個頁面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說 我的知識管理系統是在底下這個部分 然後呢 底下這個部分的部分 它會有一個 每一個知識點 它都會去連動到 上方這個資料庫的其中一個觀念 你就是說 我可以架構兩個資料庫 或者是三個資料庫 然後應用我們剛剛所說 所提到的 根據專案或者是領域 來收集資料這個觀念 然後讓你每一個資料點呢 可以去連動到你上面的這個領域資料庫 那這樣子的部分的話 就可以讓你每一個專案 變得更有意思的收集 再來是 剛剛有提到說 我希望這個資料庫 可以變得很好收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說 我在前面都會加了一個英文字母 那這個L的話呢 就是卡片和筆記法裡面 其中一個筆記的類型 那你可以自己去分類 那像這個的話呢 就是我看YouTube所做出來的筆記類型 所以我在前面加了一個Y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這樣子的好處是說 我以後在這個資料庫很龐大的時候 其實我只要在這邊搜尋的部分按L 然後去收集出來 你就會看到說 這個東西就會跳出說 我這個東西的這個 任何的這個文獻筆記 這個L開頭的筆記 那如果我現在是想要搜集 全部有可能是YouTube的影片的話 那我就只要在這邊把它改成Y 就可以達到這個一樣的效果了 接著下來的話呢 想跟大家介紹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每一個卡片呢 像是這個改變它 接受它 或者是擺脫它 就是一些人生觀念的部分 我都把它 我已經把它連動到這個快樂這個領域裡面了 然後呢 這個東西 這個英文版 我也把它連動到這裡了 那這樣子的好處呢 是我如果把卡片 每一個都做分類的話 我第一個部分是 我可以藉由這個 type的部分 然後把它變成是 comban board的部分 那它這樣子就會根據不同的類型 去一個一個做分類 那我就可以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 想要創作知識管理類型的影片好了 那我可以這樣子滑動 然後去找尋我想要知道的靈感 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今天已經知道 我只想要看關於YouTube經營的卡片的話 那我這樣子的方法就是我可以在這邊去選擇filter 然後點擇filter之後呢 我只要把它filter是關於連動的那個領域 那我就選擇 這邊是選擇YouTube經營的話 那你看我這個卡片 它就會只filter到 只剩下YouTube經營的這個領域裡面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藉由這些卡片 然後去一個一個點開 或者是只思考 然後想說 我要怎麼樣藉由這些知識點 去改善我自己YouTube的頻道 那以此類推移 你可以去套用在不同的project 或者是領域上面 最後一小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在我們去連動的這個知識管理的類型 它也會去顯現出我們去連動的那個卡片 也就是說 我其實可以把它換成table的類型 那它就會去顯現出 欸像YouTube經營有這幾個卡片 是跟YouTube經營相關的 這樣子可以一目了然 那我點兩下的話 它也會直接跳到那個頁面去 另一方面的話呢 就是我可以一樣保持 像用Gallery的這個方面 那我其實沒點開一個 其中一個頁面的話呢 它這個頁面也會顯現出 欸我連動的這個卡片 總結來說我認為這個方法可以大幅提高 把我們收集資訊到轉換輸出的這個過程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影片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你對這個影片 呃實際上打造這個系統有興趣的話呢 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就可以知道 我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做 接下來的影片內容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謝謝